美国国务卿克里他则是再度的前往欧洲来为叙利亚还有尾巴和谈这些国际的议题展开外交的斡旋 可是相关的努力却因为美国的前情报合同工斯诺登所披露的监听事件可以说蒙上了阴影 相继的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BOA卫视驻国务院的记者张荣湘 我们要请荣湘来我们做最新的情况介绍 荣湘你好 好的 奥巴马政府非常担心斯诺登的泄密事件是不是会伤害美国和盟国的关系 因此要极力避免 法国的世界报援引了斯诺登所泄露的资讯 报道说在一个月之内美国收集了法国几千万通的通话记录 那这等于是投下了一颗外交炸弹 那美国国务克里星期一抵达巴黎的时候就立刻面对了这颗外交炸弹 他在巴黎表示美国会继续与法国盟国等外交部长来私下讨论这个复杂的问题 那法国的外交部长非常的生气 立刻召见了美国驻法国大使要求解释 美国总统奥巴马更是亲自打电话给法国总统 昨天也就是星期一在国务院例行检报会的一开始 记者就单刀直入 问说法国难道没有生气的理由吗 那么接下来美国应该要如何努力来避免进一步的破坏与盟国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里哈夫怎么样回答 我们希望找到一个平衡点 我们正在审视国安局的相关做法是否恰当 这也在向其他国家再次保证 美国严肃看待这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不希望新闻报道为美国与他国的双边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长期以来克里国务卿和把国外长法比尤斯维持着密切的工作关系 并且在包括叙利亚在内的问题上保持密切磋商 接下来我们来说些有趣的 这次陪同克里国务卿出访欧洲的有两位女士 分别是前任还有现任的发言人 前任发言人卢兰已经正式就任美国国务院主管欧洲事务的助理 那么卢兰和现任的发言人莎琪 这两位女将这次都陪同了克里访问欧洲 那么接下来我们转换一下我们的主题 我们要来看看人权方面的议题 我们知道荣湘就在克里国务卿出发前往欧洲前 他在美国洛杉矶时报发表了专文 特别提到了美国对亚太的政策所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就是个别国家的人权议题 那我们也知道就从今天开始 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就要展开 对于中国人权状况的一个年度审议了 那么对于这个年度审议 美国国务院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美国国务院非常的关切 一些人权活动人士呢 前往日内瓦想要出席旁听 人权理事会的相关的会议 但是遭到了阻碍 美国国务院表示 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呢 特别鼓励接受定期审议的国家 在准备国别的人权报告的时候呢 必须要征询非政府组织还有民间活动人士 还有民间社团的意见 因此美国国务院敦促中国政府 允许民间的活动人士要参与这个定期审议的过程 宇文 好的 我们非常谢谢荣香 在美国的国务院现场为我们所做的报道 那继续我们谈到了有关于中国的这个人权呢 联合国对于中国人权的年度审议 美国之音呢 我们也将继续的为您来随时掌握最新的进展 我们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来查看我们的相关报道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我们的网址是